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唱制作 如今随着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被重视 减少汽车排放和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了车企的发展方向 纯电动汽车也成了人们的选择之一 但是殊不知 绿色环保的新能源汽车也成了新的马路杀手 原因还是因为它的优点导致的 纯电动汽车是采用电机驱动 再也没有了发动机轰隆隆的噪音并伴随着抖动 是非常的安静 但是就是安静这个优点变成了一种安全风险 因为行驶的纯电动汽车过于安静 情人很难判断汽车的存在 当然这种问题也不是无中生有的 早在之前就有真实的案例发生 日本曾经就发生过电动汽车交通事故 受伤的是盲人以及导盲犬 追查原因是电动车车主关闭了车辆的声音发射器 让盲人没有察觉到 这件事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于电动车一些细节问题的思考 正因如此 有很多国家制定了噪声控制的标准 并且要求新能源汽车在车型上 装备能发出一定声音的噪音装置 目的就是在行驶途中发出声音提醒行人 但是用什么样的声音还是每一个车企要考虑的 虽说叫做噪音 但是也需要一种令人愉快的声音来提醒行人 假如有一天你的纯电动汽车要求装一种噪音装置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呢